如果我們假如說希望把原來的TH跟TD 你想說老師是不是說可以這樣 我們假設不要用 因為你會發現table底下就是TR的 TR table low就是一定的 那我抓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抓TR 然後把這兩個資料就直接抓過來了 然後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中間一定要在分隔符號 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逗點 因為我們將來是希望兩個欄位中間要逗點 但是如果你把TR一起抓進來的話 它會變成說它抓第一個 然後下一個就換航了 這第一個換航換到下面去 所以變成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把換航取代成逗點 對不對 那就OK 取代很簡單 就是一個函數叫replace replace應該大家都會有 然後取代一下 也不就OK了 所以其實好像 其實我想到的也是這樣子 那當然接下來就要試嘛 我有跟各位講 坊間書籍比較沒有用TR的 只是說因為剛好我覺得 這是可以試試看嘛 如果有更簡單 如果有更簡單 那以後用TR來寫就OK了 那只是要怎麼改 所以如果不用TH也不用T 那等於這個程式更簡單 因為只要TR就好 那寫的方法 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什麼 剛剛的這些程式 剛才把它滴掉算了 就留下SP2這個部分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我先抓什麼 抓全部的這個原始碼 從原始碼裡面再去抓 SP1就是抓table 然後再從table裡面去抓什麼 抓TR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TR呢 所以我把TR print了一下 所以把這個地方 把這個print 這個print 拿這個來用好了 OK print了什麼 print SP2 那存檔先不要存好了 這個存檔先註解一下 把它先擺在底下 等一下還是 然後把這個print出來 那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因為呢 它是所有的TR 所有的TR都幫我列出來 所以它什麼TR有沒有 所以它是給我一個串列 所以SP2是一個串列 它裡面放什麼呢 放TR開頭有沒有 那TR結束在哪裡 TR結束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第一列的資料 第二列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夠點 TR然後在這裡 TR在這裡結束有沒有 TR到TR 那我們用的資料是裡面的東西啊 所以裡面的東西是要點Texter 如果我現在要抓第一個資料好了 那你可以 因為它是一個串列啦 所以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先中瓜 胡林 裡面的資料就點Texter 這樣的話呢就是抓到裡面的這個資料 跟這個資料 那它會怎麼秀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你會發現喔 跟我剛剛講一樣 它會輸出一個 那下一個怎麼辦呢 它就換行換到下一個 可是不對啊 我現在我要輸出的喔 我是希望它能夠 把 換行去掉 然後改成豆點 所以呢我們可以有個方法 叫什麼 在這個文字的後面 你其實可以直接點 點什麼 點replace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括弧 那replace就加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 你要取代的是什麼 反學線N 換行 取代成豆點 所以第二個參數是 在這個字串裡面 豆點後面加一個 叫做豆點的字串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個換行 取代成豆點的意思 OK喔 所以這邊我把程式拉過來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將來看到的喔 理論上應該就是說 這邊是反學線N 那我就把它改成豆點 那它就會把這個東西放在它後面 就會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可是喔 我發現呢 執行結果 還會有另外一個問題發生 看一下結果 出來了 它的那個換行不見的是沒錯 但是又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欸 它頭尾居然又給我多兩個豆點 那怎麼報出來 這些搞不清的狀況 欸奇怪啊 原來前後還是有隱藏一些字元嗎 還怎麼樣 所以喔這個時候呢 我們 如果前後 假如有什麼樣的字要去掉的話 接下來喔 你們可以再順便寄一個很常用到的一個 一個方選 這個方選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前後 假設有什麼字元 你要去掉的話 那你可以 在這個後面再串一個方法 叫做電 叫Strip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Strip的話呢 你挖壺裡面呢 只要給它什麼呢 豆點就可以了 那這個Strip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也就是說你前面或後面 只要出現你指定的字元 它就會幫你去掉 但特別注意喔 不包含中間的喔 也就是說呢 頭跟尾去掉而已 比較常用的是 頭跟尾的空白 比如說你很多前面跟後面不需要的空白 那你就可以用Strip把它去掉 那剛好這個時候 我們會需要什麼 把那個前面 跟後面的 豆點把它去掉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Strip 它就幫你把它去掉了 試一下喔 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這樣子OK了 所以呢 理論上喔 假如我們不用 TH跟TD的話 那TR也可以搞定 而且反而更簡單 有沒有 所以喔 這個地方我們做出一個之後的話 等於是一個樣本之後 再來的話 全部怎麼做 那全部的話 因為 這邊的話 因為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們只要怎麼 在上面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貨回圈 For I in range 把這個 串列裡面所有的 通通跑一遍 從0到哪裡呢 0到L1N SP2全部 OK幫我把它全部跑完喔 然後呢 冒號 並且把print這個地方按個 TAB鍵 讓它在FOR迴圈裡面執行 把這個0改成I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就 大功告成 所以喔 剛剛有沒有 本來是0對不對 上面加一個迴圈 這個迴圈實際上就是 把這個串列的每一個 通通都叫出來 那它編號是從0 到它總長度 減1 因為從0開始編嘛 那剛好就是這樣的敘述方法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I放到這邊來 它就會幫我先怎麼樣 把 換行改成逗點 然後前後的那個逗點呢 會多兩個 幫我把它剔除掉 這樣OK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完成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OK的話呢 那甚至喔 我們 會比剛剛的程式 來得更精簡 有沒有 反而我發現 用TR來寫 好像更簡單 OK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啦 以後標籤不是說你絕對 就是 只能夠用一個方法 那因為網頁上的標籤有很多種樣式 有前面有後面的 那你要怎麼抓哪一個 比較恰當 真的沒有一個 只能有一種方法 但有時候你可能要揣一下 當然呢 那個症照考試裡面的話 它其實就是用TH跟TP 所以我先講TNNT 這種方式也比較一般 就是說書裡面的敘述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比我好像很少看到那個有用到TR TR的方式來抓的 哪怕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Google一下 網路上面 也好像比較少人用這種方式來抓 不過你說不行嗎 可以啊 沒什麼關係 反正呢 你只要能夠 讓這個邏輯變得比較簡單 那當然是好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一樣有放在 這個雲端白板的這個 試題的解答裡面 的第18頁這裡 對這裡 主要關鍵在這裡 就是這個 點REPRESS 跟點STRIP OK 這個不知道各位熟不熟啦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用到的機會非常非常的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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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